强武是中国1960年代发展的超音速强机机,自服役以来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力对地攻击机。 该型机最初服役之时,新能曾是国内同时期战机中,与世界水平最为接近的一款,进入新世纪后。 这一服役已有40多年的老将在经过航电系统和机载武器等升级后,仍担负着对地支援的重任。 突围挂着氢弹的强武甲战机。强武甲是战术投掷专用机型,实际上是我国氢弹试验的投掷机型。 机身下部弹舱去掉舱门,形成一个大的高线,用以半埋式外挂体积较大的氢弹,也说明中国当时的氢弹体积还是比较大的。 甲型机身内风加燃有2155升,机外增加1560升,增大了航程。 加装124厂的以燃气螺栓为核心的弹射式弹架,采用5714厂的上氧甩头瞄准距,加装核弹检测与控制系统,变动锁死弹勾装置。 轻弹采用了高精度的弹散原石器,甲型也为解放军,提供了一种战术和攻击的手段,在对抗坦克机群时有较大实际意义。 强武强机机挂载弹药能力,强武强机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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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强武是中国1960年代发展的超音速强机机。